科技上我們剛剛有引導各位了解 所以串接 那這個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把後面三個欄位的資料 串完之後變成這樣子 那我需要用AND的符號加REPD加LEN 那怎麼做 E優標放在手機上面等於什麼呢 前面的話我需要09開頭 所以這個09必須要自己打上去的 那一定是前後雙引號 因為串接一定只能用文字來串接 你不能用數字否則產生錯誤 所以前面請你自己打上等於什麼呢 09 OK 然後呢AND什麼呢 串接 這個是一個文字啊 串接什麼呢 串接電信業者 所以你這邊的話請你先打一個09 AND 然後AND打完之後再點選什麼呢 F4 意思就是說 我09 然後串接 把F4裡面的資料幫我怎麼樣呢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09的後面 它會丟到這邊 所以呢 它串完之後就是什麼 0911嘛對不對 然後後面再串一個-的符號AND 不過我建議啦 如果你打完之後你不確定有沒有打對 你先打勾看看 有沒有 你會發現打勾先慢慢 不用像之前有同學從頭打到尾 錯了不知道錯哪裡 那你可以把暗部就把慢慢的沒關 再AND 再一次 你還可以再點上面資料邊界 AND什麼呢 AND一個-的符號 所以一個雙引號一個- 那-的話呢 實際上也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一定要加雙引號 有沒有 0911- 然後AND什麼呢 AND 區碼 不過區碼會有個問題喔 84不對啊 那我要怎麼樣 重複先重複幾個零 再加84 那我要重複幾個零呢 這邊的話記得喔 在AND後面呢 乾脆你這個記得喔 跟剛剛一樣 點前面的下拉清單找到REPT 他會幫你把REPT的公司放進來 重複什麼呢 重複0 所以雙引號0 文字的話記得喔 前後一定要加雙引號 文字 重複0 那重複幾次呢 LEN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因為我一定要三個字 所以用3去減 3 減掉 LEN 算一下裡面有幾個字 如果有兩個字就重複一個0 OK 所以呢 這個敘述的話 3減掉什麼呢 你用打的好 LEN不要減 LEN 前刮弧 然後呢 算一下門號區碼裡面幾個字 後刮弧 那 他回來的話會是1 所以補一個0 按確定 你會發現 0911 減0 然後後面串什麼 再AND什麼呢 84 所以再串一下什麼 AND84 再把G4 點一下M的G4打勾 欸 有沒有 084出現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越來越複雜而已 反正以後 你的工作裡面也一定會比這個還複雜 只是說你要怎麼快速的把你要的東西做出來而已 所以 串完之後的話呢 前面 REPT加LEN 其實就產生幾個0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去串84 那其實做好這個 就是 Repeats後面這一串 其實 那個門號末碼 其實規則跟門號區碼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習慣上 我不會再做第二次 我會怎麼樣呢 拿前面的公式怎麼樣 來 複製貼上修改就好 一定會比較快嘛 不然的話 你剛剛的動作還要再做一次嘛 End Repeats 然後 3-LEN H4 有沒有 重複幾個0 這個你會發現 跟前面這個做法是一模一樣 所以記得 請你把 哪邊開始選 因為我還是要在 減有沒有 所以 你一定要一個減的符號 後面一定要串接 所以從 F4後面這個串接開始選 選到哪裡呢 選到最後面 把F4後面這個串接的符號一定要再選到 然後把它複製之後 這個複製貼到後面貼上 然後把什麼呢 把後面兩個的G4改成H4就可以 你可以選它點一下 或者直接改這個H4也都可以啦 直接用改的也可以 改完之後呢把它打勾 向下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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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這樣慢慢拉 我建議是 直接游標放在 這個儲存格的 右下角的空點 快點兩下就可以啦 快點兩下 向下填滿 有沒有 它會自動怎麼樣 參考前面一欄 幫你把所有的公式 一下全部做完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把一件事情搞定了 這樣會懂的方法跟 不懂得對的方法 其實我想 工作的效率上面 一定會差距很大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把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那特別注意那個細節喔 就是尤其是 如果你那個動作 假如 沒有做正確的話 記得喔 你可以按步就班來做 分成好幾個步驟做都沒關係 你可以從前面 就是09&F4 再慢慢串就可以了 反正就一直往後串 做完了結 最後記得向下點兩下 那這個完成的公式 在我們的那個講義裡面 也有綜合練習的方法 一 我有把這個畫面 那個在講義裡面 也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試做看看喔